歡迎收看今天金錢的道 今天收了一個小黑K 小黑K是找盤該高之後 出現一個小黑K 要解盤這個螺絲很多 如果說我今天要報導一個 下跌的原因的話 首先第一個 開高 因為美國股是大漲 然後在美國的盤後 你以為META這些重量級的財報 市場上在這個地方認為前景不好 好 那這個電子盤是下跌的 所以市場上並沒有做一個追價 然後就剩一個開高 壓回 但壓回以後我們看到低點 也沒有跌破昨天的低點 事實上這個代表就是說 行情還在多方掌控當中 不過總是給市場上 泼了一盆冷水 很多人認為今天應該開高 走高 大漲 等於整個指數就完全送分題了 不過這種做法 其實很明顯的不切實際 為什麼不切實際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你指數 本身這個成績上是不大的 對不對 再這樣就是說前一波 我們說跌破前低的時候 加速線在這裡 對不對 下跌的加速線 假設下跌的加速線在這裡 前面的低點在跌破之後 反攻就會變成壓力 對不對 就好像我常跟各位講 階梯站法的一個概念 這也是三樓 這也是二樓 三樓跌破了以後 二樓天花板就在這邊 二樓天花板就讓你站上了 這裡還有一條季線 你說你這個指數能夠上去多少 我認為很懷疑的 第二就是說國安基金他的手法 他是守下檔 你還記不記得國安基金 當時在這邊為什麼宣布進場 他守一萬四 在一萬四那附近他做進場 航情已經脫離一萬四 已經超過一千點左右了 你說這個地方實際上有沒有 急需拉抬的一個理由 似乎是倒也沒有 所以對指數來講 最好的這一段就是上面這一段 對指數來講最好這一段 那是因為他沒有碰到壓力 他為了來講碰到 他可能會稍微有點壓迴 等於指數這一段 最好做的已經過去了 所以接下來從上個禮拜開始 我跟各位講 輪到一個什麼 個股的行情 我們之前在跟各位講 行情剛開始做反共的時候 前面的72個小時 有三個交易日裡面 不管你做跌升反彈 或者是你做強勢股再創新高 意義都是一樣的 因為都是漲 對一般投資人來說 他可能沒有辦法體會出 買回升跟買反彈的差別在哪裡 事實上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謂的回升就是 你上升的趨勢已經形成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算你遇到利空 拉回會再上 再回升 股票會走一段 那叫回升 另外要反彈 反彈的邏輯就是說 你還在下跌的格局當中 但是因為你跌太深了 超跌做是一個反彈 反彈你談到壓力的時候 他會拉回來再打第二隻腳 這個情況在低點出現以後 72小時之內 他會進成一個分野 所謂的分野點 當然就是在我們通知各位 風格在出現轉換的時候 風格轉換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概念 只有在個股操作上 進入一個比較進階般的操盤手 他才會有所謂風格的概念在裡面 因為對一般投資人來講 他認為股票只要研究基本面就好了 如果你只研究基本面的話 你沒有辦法解決時間的問題 一張股票它好 但它什麼時候要漲 就好像我常跟各位講的 買600塊的台積電 跟買450塊的台積電 概念是不一樣的 450塊的台積電是買低點 600塊的台積電是亂買一通 對不對 就覺得台積電就買 相對來講 他沒有時間的概念在裡面 因此的話說 這個禮拜你要賺到錢 在指數有空間的情況 空間有限的情況下 你就要注意到這個風格的變換 好 我們就繼續來跟各位講 所以今天早上開盤出來 你可以看到 早盤開高出去 有沒有機會開高走高 看幾個東西就知道 首先第一個 台子期出來 請注意一下 第一根台子期在 8點45到9點出來的時候 現貨還沒有開盤之前 指數是非常樂觀的 他絕對具有一個 留下缺口往上攻擊線的空間 但現貨開出來告訴你說 我今天不漲 那這個時候重點就來了 高點一個 低點一個 10點半之前破單邊 當天的行情就在那一邊 果然是往下破 那今天就代表 不是一個指數上攻的行情 所以在反攻的過程當中 先前的第一高跟第一低中間 他反攻也確實形成一個壓力 上不去有沒有 很準 有沒有 我教你們的頭兩根 前菜判斷法很簡單 簡單又有效 所以日後在反攻的過程當中 下半場這就是一個壓力 超準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第一個日出還是有效 當15分鐘級別的第一個日出出來以後 你會發現他不破 這個地方就算你買點這裡還出得掉 所以其實在指數的操作上面 他是有很多技巧的 但這個技巧其實沒有你想像那麼複雜 很多人去把它量化得非常的複雜 其實你到最後發現簡單最有效 好 那我們看到因此破低的股票當然很多了 首先我們來講幾個 第一個我們看昨天是友達對不對 昨天友達 友達就是最標準的 在大盤這一次反攻的過程當中 你看到沒有 大盤彈上去 在這一個關鍵點 這裡做接棒的時候 友達沒有跟上 他就往下破了 好 那拿這個友達來解 就好像是拿 你前幾天拿盛群來解 或是你拿聯電來解 或是你昨天拿穩帽來解 或者是說你今天拿欣欣來解 意義都不大 對不對 意義都不大 實際上昨天的星星雖然有做一個反攻 但是你仔細看 日落是在前一天 對不對 這一天賣得好厲害 對不對 他知不知道今天要想什麼 這個留在你們自己去想 我就電視上也不方便給答案 那我要講的一個邏輯就是說 其實方式就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這次說的 看什麼東西 只看一個東西 你有沒有上季線 對不對 就是操作股票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說 股市其實本身很簡單 複雜的是人 你裝了太多的東西進去 麻煩就很大 比方說今年上半年 把載版看得那麼好 對不對 大家都一直說好 說好 說好 那現在對第三季的展望 稍微有點不好 我就可以賣出 對吧 相反而來講 上半年把網通看得很差 很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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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看得很差 發現你沒有那麼差 六月營收一出來 網通就大漲 對不對 沒錯嘛 所以股價你說怎麼反映它 其實真正反映股價的是 驅動那個人的情緒 是情緒在決定一切 你先前非常喜歡它 突然之間你對它有一點點瑕疵 你就可以把它跌停榜 對不對 你先前非常的不看好它 突然發現它沒那麼差 它就可以漲三根 至於基本面 從頭到尾沒有變化 你不能說上個月的重期 跟這個月的重期差別在哪裡 對吧 因為營收創新高是上個月的事情 但是公布是七月的事 但它股價七月才漲 那你六月為什麼不漲 對不對 因為公告了以後 它驅動了人類的情緒去追它 所以情緒這個東西最後決定 所以我常要來跟各位講說 我們的日出跟日落 像上一次我們 講日出日落的時候 我們最近有一些朋友來跟我講 他做美國股市 你看這裡就是一個標準的日出 所謂的日出型態就是 連續下跌的過程當中 第一次出現過高加收高 日落就是連續上升的過程當中 第一次出現破低加收低 所謂的破低是指 破前一天的低點 因為你上升格局當中 你前一天的低點一定不會破 第一天破的時候你就空下去 這裡一樣 每一天都有一個低點 高點不過對不對 第一次過高加收高買下去 過去兩個月以來 你看整個納斯達克 昨天很清楚 就是因為他跟你說生意三碼 有的人就開始解鮑爾 鮑爾說 9月在這地方會不會暫緩升息 然後講一大堆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你看納斯達克 這也是一個日出線 買了以後大漲三天 這是第一根日落 出了以後狂跌三天 這是第一個日出 但這個日出是破前低之後的多頭抵抗 當然你可以不算在內 如果你懂得我們的這套邏輯的話 就算你買了有沒有 隔幾天還是上來了 哪怕你把它停損掉 新的日出在這裡 在這裡出掉第三天買回來 這裡連漲一二三四五天 一個日落出掉 你等於是可以做到這一段 這一段放空 這一段做多 這一段放空 這一段做多 這一段放空 這一段做多 這一段放空 昨天開盤就馬上買回來 對不對 你說鮑爾講話是什麼時候 是在昨天的下半場 收盤前的一個半小時 所以實際上在拉上去的時候 也不是開盤 但實際上今天早上開盤 鮑爾還沒有講話的時候 就已經日出了 這說明一件什麼事情 他要講什麼東西 大家到底有沒有預期到 其實每個人都預期到了 三馬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對不對 他中間又講到一段話 就是說不想再對未來 發表一個什麼樣的看法 對不對 然後講完了以後 其實你尾盤去解讀他那句話 還不如找盤日出的時候 去先買 對不對 抱著多單 然後一面聽他講話 尾盤拉到最高點 這裡說明一件事情 就像我們有一個觀眾 他來跟我們聯絡 他研究美國股市很久了 他很認真 他從葛林斯班的時代 然後每一個反正FED的主席 他都很熟悉 倒背如流 講過什麼話 然後都很認真 但他這麼久坐下來 是沒賺什麼錢 他實際上看完我們的日出日落以後 他說原來股票 真的只有那麼簡單 怎麼可能這麼簡單 原因很簡單 就是說股價在反映的本身 就是你還不知道事情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葛林斯班講話是 就像我昨天跟各位講 鮑爾講話是昨天收盤前的 一個半小時 可是是出了買點 是在開盤的時候 你開盤的時候 怎麼知道鮑爾要講什麼 就算你三天前知道也沒有用 因為三天前是先跌下來 昨天才漲上來 最好的買點就是昨天開盤 真正最好的買點是什麼 昨天殺下去的時候 像我跟各位講指數 這是我們Lighter裡面講的東西 這是禮拜二 我通知你禮拜三翻黑要大賣 禮拜二跌破五日均線的時候 就要大賣 買強勢股拉回的買點 不要買弱勢股 而且我說破的時候買 有沒有 破的時候買 我不是說沒有破的時候買 昨天是不是破了 今天早上 果然美國股市又大漲了 大漲的過程當中 你就看買強勢股對不對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弱勢股事實上是拉回的 這是一個風格上的變化 好 那早盤開出來 到了尾盤以後 又是一堆漲停 那就證明了 今天的買點確實是沒有錯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先跟各位講 什麼叫做強弱勢 IC設計你真的覺得弱嗎 不見得 你要看誰站到季線的上方 今天漲的果然就是滑旋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對不對 你說IC設計弱嗎 你說創圍下去的 下去的很多 所以風格的重要性就在這邊 對不對 很多人瞧不起元宇宙 但是你都不能夠否認 這一波電子股裡面 漲真正最多的 就是元宇宙跟網通 嚴格講起來網通 也有一半元宇宙 因為元宇宙本來就是在 網通的環境當中 你不上網你怎麼元宇宙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果然在創新高 證明我們說的沒有錯 昨天就是最好的買點 為什麼同樣的 站在買方差這麼多 你買指數沒有用 買指數沒有什麼空間 你上面有記線 下面國安基金守的下面 那個底很遠 一萬四 你現在已經漲到中間 最肥的那一段已經吃掉了 對吧 你如果現在沒有賺錢 也沒辦法 因為你上面是記線壓著 所以有告訴各位 驅動股價的不是基本面 驅動股價的也不是技術面 驅動股價的是人 這句話 你好好想一想 驅動股價不是基本面 不是技術面 是人 所以操控人心的操盤法才是最高境界 所以操控人心的操盤法才是最高境界 隨著基本面跟技術面這種東西 它只是用來影響你想買跟不想買的一個 觸跡而已 對不對 要不然你怎麼解釋 特斯拉在2018年的時候 行情那麼差 那是最好的買點 那為什麼大家後來要去追他 因為他轉虧為隱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建達在創新高 果然是創新高的右上角風格占優勢 這就是我在本週一跟上禮拜跟各位講的 你這個禮拜要趁大跌的時候買股票 趁指數跌的時候買強勢的股票 什麼叫強勢的股票 你攻占右上角就強勢的股票 相對的如果說你在這邊認為說 這股票要拉回了 因為他要做頭了 我要買低機期的股票 我要買季線下方的股票 我要買超跌的股票 我要買委屈的股票 買完委屈的是你自己 看別人賺錢是你恨 對吧 沒有買右上角或買右下角 一定對這件事情 你要看市場上的情緒當下喜歡誰 唐朝的時候 人家不是說大家喜歡美女是胖子 對吧 然後另外有一個瘦子 趙飛燕是不是 對吧 以前有人喜歡大長腿 每一個時代當中有每一個時代的審美觀 這個時代大家就會愛這個 在這個禮拜當中 大家喜歡的就是那種創新高的股票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指數供不上去 我就只能用個股往上供 所以你要賺到錢的話 角落重點一定在這邊 其實抓到這個邏輯以後 你發現重期在創新高沒錯 對嗎 在創新高 你看今天創新高都是右上角的 對不對 你最起碼第一個條件 你要站到季線上方 因為光通訊 我們說 當時漲低跟漲停的時候 他這是一個驅動的訊號 那 接下來的黑棒是買點 黑棒是買點 黑棒是買點 對不對 常常有人說這是不是格子充 是又怎麼樣 他充完你再買 這也不是什麼壞事 那我們看一下精巧 就是這一波最特別的一個例子 Type-C 好 那你看重期整理在創新高 那這個點就出來了 昨天最好的買點 那就在這裡 那接下來當然還有很多邏輯 包括像明望死對不對 禮拜三 那今天就再創一個新高 轟上去了 對不對 我昨天跟郭亞 禮拜二 趁禮拜三押回的時候買點 買什麼股票 買強勢的股票 所以昨天就是一個最好的買點 今天漲停板 對吧 要來再講一次說 迎向陽光跟我一起勇敢 這個時間點 你要說指數要能夠大漲到哪裡去 我覺得沒有很切實際 因為你今天彎在上面 就是壓著頭 對吧 那股票好不好做 照著我們的邏輯做的 你看強勢股在創新高的邏輯 你只要買在對的族群裡面 其實股票還是漲停板 所以邀請大家 跟我一起來市場就是說 我今天在該怎麼跟各位講 你手上可能很多 正在破底的公司 就像我昨天跟各位講 搶救破底股大作戰 對不對 假設你今天手上是一個星星 假設你今天手上是一個景碩 你在這個時間點 可不可以用一檔新的股票 把它搬回來 當然是有這樣的機會 如果族群在玩它 那麼這種股票就是玩所謂的 連板接板接力棒的遊戲 中間的話不斷的洗掉前面進來的人 然後後面的人再去把他推 推漲停板 推到一個最後的極致 我記得好像 有一段時間好像純托平正 也玩過這個東西 現在這種情形就是告訴各位 市場上已經存在一個所謂的 我不喜歡用投機兩個字 但是就是存在著一個所謂的 特殊族群的一個空間 這種線上出現的時候 通常都是指數不太能動的時候 指數不太能動 就是有這種股票會來出來 做一個反應 我會把它拿來當成一個指標 就是這裡是要做個股 還是要做指數 以現在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當然做個股勝算更大 因為股票衝上 創新高的股票比較多 我們來看一下 從原來的族群當中 去觀察什麼樣的股票 還有機會 比方說我們看Type-C還有金號 對吧 好 創新高之後 開始做一個整理 我如果猜得沒有錯的話 這附近應該會有一些賣盤 需要被清洗的 洗掉以後 應該就有機會往上再供了 通常這種過高不充 都是有特殊的情況 過高不充有幾種情形 比方說有某個 某一種力量 不管你是 也許是投顧老師 也許是某一個 什麼樣的人 我也不好說 因為某一種力量 他出來喊 喊了一下 比方說前一陣子那個什麼 最有名的就是有一檔 航空領主界 對吧 就是有一些人出來喊了一下 結果一根大腸黑 那隻鼓就不動了 那就是因為他們的籌碼在裡面很多 像這種情形就是說 你看金橋漲那麼多 他為什麼不漲 就是這根紅棒有問題 這個紅棒很顯然是 市場上就是想要把你弄掉 就是把你欺負一下就對了 那等到再創新高的時候 就是洗得差不多了 那這也是一個市場上 在做看盤的技巧 也跟各位講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波羅威 那這個就是你看 他故意把這根洗掉 有沒有 這根 這根我如果猜得沒錯的話 特定人 市場上不喜歡他 所以故意修理他 這裡也一樣 我猜得沒有錯的話 這根應該是特定人 市場上就是要修理他 那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藥環藥 這也一樣 那這根藏紅出來以後 其實本來不要這樣拉 這根就故意把你洗掉 所以有的時候 看到藏黑或上影線 你要找他下一次的買點 藏黑或上影線之後的 下一個日出 不管你週級別或日子級別 都是一個新的機會開始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個藥環藥 已經開始要 準備要挑戰新高了 那這一次的走法 你可以看到就是走得非常穩健 一天2% 平均一天就是固定這樣 2% 3% 2% 3% 那就也跟各位宣告 就是行情還沒有結束 股價其實本身就是代表 市場的現況 很多人喜歡講一些這種劇本 說什麼 什麼等到正規軍來了 然後指數開始漲的時候 升級股就要下來了 這種東西就是你想一個劇本 對你來講沒有意義 對不對 不要去想那些 價格就是以前 像這次元宇宙很多人批評說 賠錢沒有賺錢 你越批評就越賺不到對不對 好我們看一下權宇生計 像這個我們看到這個就是 你現在要陸續注意的就是有誰回到季線的上方 這個股票 中興電跟台達電 你看今天很明顯的綠能的股票開始在動了 那為什麼他能夠帶這個缺口 就是因為他自己曾經站上季線有沒有 所以你現在季線上跟季線下兩個世界了 那選股很簡單對不對 一定是找季線上方再創新高的股票 那這兩檔股票再上去的話 代表綠能就動了 那政策股就開始動了 政策股票來動的話 其實相對來講 還有很多股票可以來做觀察 那比方說我們來看到 昨天拉回也一樣 今天有股票做日出 那今天就一樣來上來了 我們認為邏輯上是這樣子 今年很多的股票 你比方說 你看像那個宏達電 對不對 他最後回射季線的時候只有這一次 對不對 那你回射點完了以後 你季線是不是上揚了 你未來在上揚的過程當中 就有一個問題 你短線上再怎麼走 他周線就是每一個低點都沒有破 對不對 周線一旦日出了 你看他前一根的低點 就變成一個防守點 所以最聰明的買法 我們說今年下半年看好的股票 我常常跟各位講 日出這件事情 其實你就是在 第一根日出棒出來了以後 你第二個禮拜 日線如果殺下來 你一定會在螢幕上或者是說 常常看到有一些電視組織 告訴你說 漲多要拉回 是不是要先走一趟 對不對 可是你先走的那一趟 你拉回來 剛好到你上個禮拜低點的附近 是不是就是一個買點 所以做股票其實真的是一點都不難 我們告訴各位 難是難在於說 你的想法上的轉變 如果你心中有一個框架 你一定要 法人股 你一定要出什麼報告看好 或者是說目標價多少 目標價還沒到 然後你用法人那一套的話 你就等於設定了自己 其他的錢你賺不到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子就給自己一個最大的框架 但事實上股價不是這樣運作的 股價是先漲了 法人才去寫報告的 可以得到的就要盡量拿 今天的行情很清楚 各股可不可以賺得到 可以 但指數可不可以 指數就不行 那麼在指數有壓力的情況之下 很多的股票會拉回來 打第二次小勝出於破底 這時候你除了要換股之外 搶救破底大作戰 我還要告訴各位 可以得到的盡量拿 在界線上方即將公開 即將往上供的股票 還包括七月營收即將爆炸的股票 我們在週末 也就是在禮拜五 一定會佈局新的股票 好 把握這個機會 下午辦好手續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 всех為什麼 在你身上的前面 是有優惠的 有優惠的 有優惠的 不值得 有優惠的